大家好,欢迎来到233网校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2018年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管理于实务 金江班的往来课堂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讲内容 这讲呢,主要是把我们这个气体相关的内容呢 我们作为一讲 教程里面呢,把气体的这些相关的 我们这个跟大家这个页码和我们的目录做的说明 教材呢,通过你这样看 发现我们教材,这个一级建造师的教材呢 还是编的比较烂 尽管2018年呢,这个教材呢,做了一些变化 当然我们有些优化 比以前的内容呢,有些优化 但是呢,你看看,涉及到气体里面 你看看我们教材里面有五个地方涉及到 我们还没有谈第二部分的这个质量管理 所以作为金江班 我们讲气体的部分呢,放在一起讲 有的是前后再重复 这样会好一些 下面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我们教材里面25到27页 对于气体里面的它的基本的构造 这个大家注意 教材里面25页呢 那么对气体的优点和缺点 因为我们一级建造师出奇呢 喜欢这样出奇 我们来看看 抗压强的好 是吧,气体 保温 是吧,赖火 是吧,赖酒 你看看我们的赵州桥 我们有很多的房子呢,通常通过气体 是吧,就地器材 经济 是吧,而且施工也比较简单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主要是它的看弯抗拉 它的强度比较低 而且自重呢,比较大 啊,劳动强度比较高 是吧,这个 所以大家注意这些优点和缺点 注意一下 下面我们气体的这个 这个,尽力的计算 教材里面呢 这一次呢,拴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为了将其方便 还是要说明一下 我们有刚性 因为气体的绝世受压 刚性 我们有刚弹性和弹性 是吧 在有刚性弹性 中间有个刚弹性 那么我们的气体受力呢 非常的 这个绝世考虑受压 因为它的抗压强度很高 所以我们的一般人来讲呢 用的是刚性方案 所以这个时候 住下就可以啊 因为它是我们的抗压 是吧 它的压力 抗压 但是它受拉力比较小 所以我们的抗压 刚性方案 下面我们看看 这个气体里面呢 我们在气墙的时候 因为我们 这个墙体的有个高度和厚度 那么它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这样谈到了 高后别的主要因素 这个看看就可以 这个看看就可以 下面 我们气体防御的构造要求 二十六页 我们对墙体里面呢 教材里面 我们的构造里面 有讲到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呢 反复出题 第一个是伸缩缝 你的墙体长了以后呢 考虑到我们的温度的变形 要是伸缩缝 第二个呢 我们的沉浆缝 也就是上下的贺载不一样 高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沉浆缝 再去穿梁 作为墙体来讲 考虑我们的抗震 所以水平进行封闭 所以注意这三个方面 下面教材 就对这三个方面 它的内容做了一个展开 下面伸缩缝 一定要注意 两侧设成中强 其基础可以不分开 也就是说 我们的伸缩缝 是上弹下不弹 上面是弹开的 那么下不弹 下不弹 下面的基础不分开 那么沉浆缝 上下 基础必须弹开 就是上下都要弹开 上下尊弹开 所以大家注意 沉浆缝 我们上下都要弹开 基础要弹开 反复出庭 下面我们穿梁 穿梁是封闭的 水平封闭 它决策干什么呢 抵抗基础不均成降 特别是 我们增加防务的整体性 防止震动 这是我们穿梁 对付不均成降的 那么穿梁的具体构造 它的宽度 一般的越强 一般的越厚 就是它的高度 包括它的钢筋 我觉得这就太细密了 这就太细密了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在掌握的时候 重点掌握前面的地性的 我们三个构造 三个方面的内容 再就是深色缝 成降缝 这个基础 流不流缝 淡不淡开的问题 穿梁的 它的水平 它的作用是什么 具体构造 就深了 它细密了 这个 我可以不管它 从一季间是备考 这个注意宽度 高度呢 这个比较麻烦 钢筋一般的 我们穿梁都是四根 而且大家注意 我们的穿梁一般的 再说一个 都是光燃钢筋 为什么是光燃钢筋呢 HPB的钢筋 因为它的抗震好 抗震性能比较好 它的沿性 抗震 它的沿性比较好 是这个意思 不能用二级钢筋 我们的穿梁构造具 不能用二级来代替 我们一级钢筋 因为一级钢筋 它的沿性好 强度低 但是沿性好 抗震好 下面我们看看 系列结构材料的应用 我们看看 这是今年新门教材 增加的一点内容 是吧 我们快 我们团体的这个种类 是吧 团体里面有砖 有器块 有食材 是吧 砖呢 又分为烧接砖 增压砖和火灵头的砖 是吧 这个看看就可以 我们教材里面说的 它的强度等级 以10块砖的平衡值 来确定等级 注意10块砖 这个烧接砖里面 又有烧接普通砖 又有烧接多控砖 和烧接空心砖 注意看看 好吧 看看就可以 我这地方呢 把我们的烧接的普通砖 多控砖和空心砖 包括增压砖 火灵头砖和器块 那么它的使用范围 包括它的特点 一般的我们说的普通的砖 我们只剩20 115 53 是吧 你看看烧接砖 就是沉重的 是吧 我们的烧接砖 我们的填充墙 是重的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是多控砖 是沉重 空心砖 注意是填充 这个增压砖呢 不能用于这个 两倍度以上的 极能极热的 对于火灵头砖呢 我们是用于沉重的 你看看 火灵头砖 沉重的 它的特点呢 这个地方还可以 看看就可以 因为我觉得它出体 如果出到这个系面上 作为一级接的诗 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下面我们沙江的种类 沙江呢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我们有火灵头砖的沙江 是吧 你看看 说一下 就是重点注意一下 我们的沙江的强度 流动性和保水性 是衡量沙江的三大指标 那么沙江的三大指标是什么呢 强度 它的强度有多大 第二个它的流动性 是吧 第三个就是保水性 重点注意 这种话 沙江的种类 是吧 我们有水泥浆 我们有红荷沙江和专用沙江 我们来看看 我做了个分类 水泥浆 水泥沙江 它的使用范围 一定要注意 潮的 水 主要是水 它的这个对水的问题 红荷沙江 一般的我们用红荷沙江 有一定强度 那就信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重点注意 是水泥沙江和红荷沙江 水泥沙江在政府领域下 有水的地方 红荷沙江一般是政府领域上 举起 一般的我们用红荷沙江 在主体结构 下面我们看看沙江 沙江大家注意这个室块 做成70.7 所以它的立方体是70.7 它的这个标准是28天 注意温度20加级2度 相对室度90% 这个地方 我们气块 我们气块 说的不一样 大家注意 气块用的是90% 前面我们的混凝土 它的相对室度是95% 说的不一样 就这个 两个地方是不一样 我们这段使用的是90% 气体 混凝土里面用的是多少 是95%的相对室度 那么下面 我们三个四块 一走三个四块 这个很重要 三个四块里面呢 我们强度的结果是怎么推定的 就这样 当两个侧值 与中间值的差值 均超过 中间值的比较15% 告诉你中间值 大的小的都超过了 那么该走结果 它的结果是无效的 这个我们经常给 一走三个数据 是吧 你判断一下 第二个 那么三个侧值的最大值 或者最小值 与有一个 与中间值超过多少呢 15% 那么把最大和最小中 去掉 起中间值 作为我们的抗产相值 第三个情况 就是起评论值 三个数字很接近 大的小的都没有超过15% 那么我们起什么呢 评论值 而且它的精度 0.1兆帕 就什么意思呢 小做点 奇味 是吧 注意 这三个呢 今天非常重要 注意这个内容 因为今天这是新版教材 或者说我们有些教材调整的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 这个地方 下面我们看看气体结构施工 气体施工的施工的内容呢 非常的多 也非常杂 所以我在这次讲课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气体每年呢 考的分支吧 也不多 考选择题 就是一个单选的多选的2到3分 如果考案例的这个改错题 就是5到6分 这个内容太多 如果我一个个的支点讲很麻烦 所以我这次呢 还是用题的形式 把这些点给你讲出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流动性大 我们沙江 成与斗越大 沙江的仇斗 所以大家注意沙江 我们通过流动性来反应 我们成与斗越大 沙江用成与斗来表示 成与斗越大 稠斗越大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说的流动性大 我们的稠斗值越大 这个刚好与沙江相反 沙江是怎么说 沙江是流动性大 那么我们的稠斗呢 大家注意 我们的稠斗 是小的 或者说稠斗大 而流动性小 沙江里面的说法 跟我们沙江的说法 是反的 你比如说教材 你就谈到了 对于吸水性比较强的气体材料 或者高温干燥的天气 我们沙江稠斗要什么呢 要大一些 它的稠斗要大一些 是不是它的这个水 要多一些 是不是它的流动性 是不是要大一些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所以教材里面 说我们用稠斗大 实际上它的流动性大 它的含水量大 所以跟我们混土 对于这个沙江的稠斗的说法 与流动性的说法 是刚好反 下面我们保水性 因为我们说保水性就是不分层 就是分层都越小 是吧 小于多少 三四 对的 对 下面 石沙江里面算石灰高 因为沙江呢 水里沙江 它是有问题的 所以加到石灰高以后起什么呢 活性 主要是活性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用混坏沙江 因为混坏沙江里面有石灰 比如水里沙江好 就这个意思 下面水 我们一般来用饮用水 不管是混凝土的 还是汽住的 那么水源 水字应该符合要求 如果你不是用饮用水 饮用水人喝的嘛 当然可以 如果用别的水注意 它的水质应该符合要求 所以这些点呢都是对的 我只是把教程这些点 只是用提问的形式表现 所以你不要看我的ABCD 你看这些点 我便给你讲 下面我们看看 在施工中不应该使用强度等级 M5的水泥沙江来代替我们的水泥混坏沙江 刚才讲呢 水泥里面用石灰 因为这个混坏沙江 它的原性 它的硕性 它的强度好 所以你用水泥沙江代替 不可以 如果你需要代替 那么我们一定要什么 提高一个等级 这是对的 我们在有水的地方 我们用水泥沙江 我们在一般的主体结构 用混坏沙江 如果你在主体以上 用水泥沙江 同标号里来代替 这个混坏沙江 不可以 你要代替可以 要提高一个等级 什么意思呢 你说我们同等级 条件下 一个等同等级的混坏沙江 比水泥沙江要好 下面沙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中沙 我们外面用中沙 气作用中沙 毛石气体用什么 抽沙 非常特别 毛石 抽沙 比较配合 比较抽矿 所以你去看 北方人比较抽矿 就是什么 抽石 毛石对什么 对我们抽沙 下面M15 注意 我们的等级 一个是15的 一个是15以上 以下的 以下的 那么 选用325的 那么 来 这个选325的 那么15以上的 用425的 这个看看就可以 下面 这些点呢 都是对的 实际上 我通过这些支点 通过题目的形式 来反映这些支点 这个 大家都是我们 这个 我讲课呢 我认为 这个大家都是 我们这个专业的统治 或者说 从事我们这个工作的 因为大家是这样 我们大家学本专业的 大学的学专业 是吧 学4年 那么我们专业就要学2年 所以你在听我的课的时候 我认为你是有基础知识 或者是从事这个工作 是吧 当然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工作 那你就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来做一些基础知识的 去学习 下面我们看看 下面说法正确的 你看看 建造地面以下 那么用水的杀浆 地面以下什么 是不是有水呀 有防潮的地方 注意就是用水的杀浆 下面我们杀浆 我们在气墙的时候 我们杀浆要抽减这个杀浆的强度 所以我们说 我们气体是250立方米 不超过是250立方米 每到250立方米的气体 我们就要抽几杀浆 每台搅拌机 我们至少抽减一次 杀浆是块应该在什么 细尿过程的 中间部位 一定要注意这个中的中间部位抽取 我开个玩笑 我先讲这个问题 就让大家在医院去检查 你去查这个小便 有人说小便到底查哪个地方呢 你这个在医院里查这个小便的时候 拉掉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中间一部分 刚开始你也不要 后面也不要 就算小便的中间一部分 中间取样 中间部位 现场制作 而且注意 同盘沙江 只应该制作一走四解 同盘沙江 万一有问题 你两个都是同一个盘的 是吧 那么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一盘沙江 只能做一个四走四解 所以现在出题 有时在我们案例里面改错题 他说一盘沙江 我们搞了两组事件 三组事件 所以所有的事件 都在这一盘沙江里面 那么出问题 就是用锅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说同盘 只做一种 下面沙江的使用时间 我们说沙江要谁盘谁用 一般来讲 你三个小时 要用完 那么你的温度 如果超过三十度 两个小时用完 下面我们看看 气柱 我们气柱用的 我们生死会手画 氧化盖 越到水 形成石灰高 那么我们气柱 我们说七天就可以 那么我们的魔灰 魔灰要求更高 对于手画的时间 所以我们是十五天 教材里面 一百四十二页 所以你去看我的东西 我在后面装饰里面 还会讲 先是讲气柱的 我就带着装饰讲 后面装饰讲的时候 我带着气柱讲 到时候两个授具 都气一些 那么我们装修的时候 它的这个 熟化的时间要长 要求比较高 我们用的是 教材里面用的是十五天 下面模细的 这个生死会粉 因为既然是石灰粉 那么时间就更大 两天 两天 消死会粉 不得直接用语 我们气柱上讲 一定要熟化 一定要熟化 下面我们看看 我们气柱的方法 有很多的方法 特别跟他讲的 什么叫三一气法 一块砖 一厂灰 一脊柔 我们叫三一气法 下面我们气体材料 抗压抢斗 因为我们是抗压的 刚性材料 是吧 那么我们沙浆 最边长是七点零七 也就是我们说的 七十点七毫米 是吧 正方体 而且28天的养护 一走三块 沙浆 我们都是一走三块 我们混土 是一走三块 抗生混土 一走六块 这些点呢 都是对的 只不过是我在讲 我有的人说 看的我其实是题目 其实我在讲点 下面我们来看看 我们马亚叉 这个 你在学习的时候 我认为你们大家都知道 马亚叉 垃圾基因 一二墙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每 这个A就是每一二墙 一个圆六 这个就像是一二厚的墙 这个墙就是一二厚 那么就放两根 这个不一样 这是每一二墙 一个圆六 这是每二墙 二四墙放两根 三七墙 我就放三根 那么这个就是 就是一二墙 放两根 我们考虑 这个垃圾基因 升在墙里面 我们一般的非抗症 往进里面升五百 考虑抗症 十一米 所以墨丹弯钩90度 如果说 你是做这个的 我一说 你就非常明白 因为垃圾基因 垃圾基因 垃圾基因 如果说 我说你垃圾基因 垃圾基因 你还不知道 那么我建议你 我去在网上去查一些图片 你再去看看 什么叫垃圾基因 什么叫穿梁 因为你把它搞明白以后 再来看我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明白 说明你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 我反过跟你讲 一一件事应该有专业 有知识 如果你是零基础 你就花大量的时间 去补充你的基本知识 有人说 老师你能不能讲我一个图片 然后什么叫麻牙擦各个剧 因为听我课的人 很多人都懂 我不能这样讲 因为这样讲 因为大部分的同志 都是我这个专业的同志 他这个都懂 只不过是说考试会考什么 我就会来讲 因为我跟大家讲的是一种考试的技能 我们通过考试 知识点 我不会给你展开 为什么 你看 因为抗症 非抗症是500 考虑抗症 他就会多生一点点 是吧 下面我们气体水平灰凤 包括我们的田中墙 我们灰凤要饱满 是吧 我们一般的水平的是80% 我们数项的 一般的多少呢 大家注意 数项的 这个地方没有说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水平的是80% 数项的 我们是90% 框枉里面 这是我们的气体 对于专距 它的这个 我们的水平 我们的数项都是90% 因为这个要求比较高 数项和水平都是 一般的我们的专气体 田中墙水平是80% 数项是90% 这个要注意 下面我们的汇缝 一般的是812 是吧 一般的是812 所以我们常过的 用的是多少 一公分 是吧 构造距 可以不单的设置基础 构造距 可以这样做 但是呢 你要伸进去 至少多少呢 500 注意500 这个数项 下面我们转角 是吧 我们说皮色杆 是吧 建具 什么叫皮色杆 你们去看看 洞口里过凉 我们说有临时的洞口 不应该设置过凉的 这大宽度 就说如果洞口在三倍以内 我们可以不设置过凉 银丝的 是吧 用点钢筋放一放 是吧 因为有些临时洞口 如果你达到了300 只要我们说 你超过了300 那就要设置什么呢 过凉 是吧 下面我们普通砖的 斜搓长度 因为砖 我们在砌的时候呢 它不可能整体的切磋 就留鞋的 那么这时候大家注意 我们的普通砖 普通砖 水平投影长度 不应该小时候高度的 三分之二 就是三分之二 那么多控砖 大家注意 我们是斜搓长度 应该是二分之一 是吧 二分之一 是吧 这个看看 下面我们凳口 凳口我们离墙面的距离 是吧 至少是500 一般是500 错开 洞口的近宽 不要超过多少 一米 这是临时洞口 说的都是临时洞口 洞口要错开 前面讲的 只要错开是500 所以这些点呢 都是正确的啊 只是我通过题目 把这些知识点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呃 刚才讲的啊 如果这个一说 你都明白啊 我们考试 就会考这些点 把这个点搞清楚 如果有些概念不清晰 再去查资料 下面我们水泥沙浆 与红沙浆 搅拌时间 是吧 常规的两分钟 是吧 有粉末灰的 有外加剂的 注意时间长一点 三分钟 是吧 下面我们的砖的 二四零一一五五五十三 这是常规的啊 下面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单排孔的 那么我们的搭击长度 我们是二分之一 多排孔的是三分之一 大家注意 我们单排孔 为什么是二分之一 我们的多排孔 因为单排孔呢 它的孔呢 比较大啊 这个多空砖呢 它的孔比较什么呢 比较小啊 所以这个单排砖呢 它的搭击长度就大一点啊 多排砖呢 它就小一点 下面我们看看 我们影响 砖气体抗压强度 因为我们砖呢 要气柱 我们主要是受压 所以砖的强度等级 是有影响的 它的沙浆的等级 也是有影响的 厚度 气柱的质量 包括保门度 包括含水率 包括人员的技术水平 刚才我们说 为什么横平素质啊 水平和素质的缝啊 包括我们砖的一些问题 是吧 我们一般是从刚性方案 是吧 因为这是受压力比较好 所以这两个点呢 看看就可以啊 看就看 你看我这个地方 没有设置错误的 是吧 因为这个在讲 我的这个经济办的时候呢 我尽量不讲错误的 我的一个思想 讲争吵理论 争吵理论就是说 我们大家看正确的东西 正确的东西 看多了以后呢 再去看 最后到时候再看真题 真题里面就有些错误 是吧 正确的东西看多了 到时候再看错误了 就非常容易 错误的看多了 到时候正确的 都没把握 因为你正确的都 正确的都有时不太好搞 那个错误的 这个有人把错误记住了 脑子错 所以我的讲课是 尽量讲正确的东西 在经济办 讲正确的 讲对的 把正确的东西讲好了 考试的时候 我们或者到习题班的时候 或者到一定强度的时候 我们再给他讲一些真题 再就是给他一些假抄 真抄看多了 到时候再看假抄 就简单了 下面你看看 我们构造 构造里面伸缩缝 我们有穿梁 有成交缝 下面我们再细一点 这个伸缩缝里面 就上弹下不弹 上弹下是什么呢 是基础 我们成交缝上下都要弹开 所以基础也要弹开 就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这个很简单 就是ABD 有时就靠 柱体靠A和D 柱体的 基础弹开的 基础不弹开的 是深色缝 还是成交缝 下面不得设置角色眼的 大家注意 哪些地方不得设置角色眼的 就是我们有些要求 你比如说 我们料丝墙 我们清水墙 清水墙就是不装修了 气了以后不装修 抖力锯的 富强锯 这个要求比较高 不要在这地方做角色眼 包括120的墙 因为120的墙 它已经比较薄 稳定性不太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设置角色眼 因为设置角色眼 它有薄弱的 下面于过量上 于过量上的60度的角 那么高度的1分之1 跨度的1分之1范围内 那么我们高度的 在这个进跨度的 1分之1高的范围内 我们不要放角色眼 注意这个G的时候 你看这是60度 这是120 这个两个是成两倍的关系 下面宽度 一米的窗间墙 注意这个窗间墙 是吧 我们是一米 这个地方是注意 量和量电下 500的范围内 你看看 这个一米和这个500 也是两倍的关系 你看两倍两倍 你就记住了四个数据 特别是注意窗间墙 一米的范围内 它是不能设角色眼 超过一米 可以 下面像亲自墙体 这个比较亲自的 夹心复活墙 也不能设置角色眼 下面这个数据就记不住 这个数据太麻烦了 我就不讲了 所以重点注意 ABCD ABCD 当然这几个点都是对的 教材里面就是 把这个问题挪列出来 我只不是用选择题的形式 把它挪列出来 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问题 讲课吧 下面沉重小器块 下面是符合题的 谈到小器块 注意 谈到零期都是28天 我们说小器块 底面朝上 反弃于墙 大家注意 因为没有给个图 一般的我们下面平整 反弃于墙 底面朝上 反弃于墙 而且眼睛使用 淡的小器块 淡的小器块 不能用 我们学说水平糖度 不应该小说 学说的高度 一倍的H 大家注意 刚才我们的专师 三分之二 多控专师 我们讲的二分 前面讲的一个 二分之一 这是一倍的 所以这四处话 都是正确的 反复出提 下面我们看看 加气温度器块 如果没有气势无效的 不得使用的下力部位 是吧 你看 仿制层的地方 不能使用 有水的 有化学服饰的 长期震动的 而且温度 只要谈到温度 我们这个 讲一期间的是 我们的高温 我们说的高温 是三人度以上 叫高温 后面再继续 什么讲 我们一般的谈过 就是五度 五度以上 那么最后的 几个温度 常在说的 比较多的是不要超过八十度 所以这个八十度的字眼 要注意 我们一般的说的高温 是八十度 特别的情况下 谈到一百度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要采取措施 下面我们看看 关于气块说法错的 你看看 我们在前面 气温超过三人度 那么 我们在铺的时候 我们铺江长度 就是我们铺的时候 我们不要超过五百 那么你小一等三十 我们是七百五 可以铺长一点 这个数据 多看看 就记住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性方案 距离截面 三分六 距离计算高的三分六 这个有个三分六的 一个四分八的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高厚比 高是三分六 厚到这起 大字而起小字 起小字 就是零点三六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算是多少 就是高厚比是十 所以这个注意 起小边 小边 因为小边这个方向 更威胁 下面我们 大气长度 不仅小气块长度 三分之一 那么小气块 应该底面朝什么 底面朝上 所以这个错误的 应该是什么 错误的是地 底面朝上 反气于强 下面我们 气力施工的 这个念收 在402和402 我们来看看 前面没有讲的内容 下面我们看看 240后 注意沉重墙 我们既然是沉重 那么每层墙的 最上一批砖 要求比较高 我们用钉砖 什么叫顺砖 我们沿着墙的 顺的铺的叫顺砖 钉砖是垂着方向 要求比较高 钉砖 我们砖过两个底部的模板 它的灰缝 不定位多少以后 可以拆除呢 注意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七十五 这个跟我们模板 有点类似 用了个百分之七十五 中间的 空性砖的堆之高度 在气墙的时候呢 在现场堆这些高度 注意这个高度 不要超过多少呢 两米 两米 我们在前面堆土的 是一米五 相邻的这个高度 不得超过一个楼层高 就是气座的时候 两边的高度不一样 但是不要超过一个楼层 而且也不要大于什么呢 四米 这个 就是我们两边气墙的时候 最好是在一个楼层平面 最好的高度 不要想它太大 不要超过一楼层 不要超过四米 每天气墙 砖墙每天气高度 不要超过多少 一米五 有时候有一年就出提 出案例 说我们的四米二的墙 一天气座到底 一天气座完毕 一定要注意 每天不要超过一米 或者说一步架 我们的实气体 一天不要超过一米二 后面我们在冬期施工 在雨季施工 那么要求砖的是 不要超过一米二 以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来说的是一米五 下面砖柱 应该整砖气座 这个也很好理解 砖柱比较危险 用整砖 所以下面我们去方卫生间 大家注意 用加息混合筒头 做的时候呢 要注意在墙底 要进行处理 那么我们做混合筒的砍台 砍台就是说 这个有标高差 做一个砍 这个砍的高度 不要小有多少呢 一百五 注意这个数据 下面我们去之前砖 一般的普通砖 还是要浇水 那么小气块 一般的混凝土的 混凝土的小气块呢 它是不需要浇水 所以我们一般的砖 是要浇水 混凝土的气块 不需要浇水 这是我们现在 当然如果天气 非常的炎热干燥 我们可以撒点水 一般的我们的普通砖 是浇水的 时韵的 体现一到两天 一般的混凝土的 这个砖的小气块砖 现在一般的 质量我们要求 不需要浇水 热的 这个含水量 看看就可以 下面空心砖 底部 一般的我们空心砖 在气墙的时候 底部 是不是要处理呢 一般的我们要去 三皮的 稍及的普通砖 因为下面根部 还是要普通砖 我们搞一到三皮 这个空心砖里面 它说的三皮砖 不同强度等级的 同类的气块 不得混气 因为强度要一致 不得混气 所以这些内容呢 都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以提的形式 把这些点 不管我们以什么形式 看了书 再看这些点 看了这个点 再看这个书 反正一个原则 最后把这些知识搞明白 就OK 当然有的一听过的 这个知识就明白 有的你觉得不明白 看书 或者是查资料 看了以后再看这个 来一回的 有的人一回就搞完了 有人是吧 看了以后呢 再看书 看书再看查资料 也把它搞明白 下面关于气体说法的 我们看看 同一练书P 那么大家注意 我们的抗压的平准值 沙江的 应该大于或等于 我们抢压的等级的 注意1.1倍 就是我们 练书的时候 那么统一练书P的 大家注意 最小一组的平准值 也要注意 最小一组的平准值 应该大于 它的85% 非常特别 所以大家注意啊 1.1 85% 刚才我们讲 超过300的 我们要试试过量 刚才讲了啊 不应该在 截面长边 小于这个地方 我们设成龙墙 斗铃锯 买线 就是个500 这个刚才讲到的啊 下面我们看看 错缝 填长墙一定要错缝 在搭起的时候要错缝 这个我们搭起的长度 不应该小时三分之一 包括树下的通平 不要大于两平 就是我们的通缝 不能上下两平 我们两平可以 但是不应大于两平 两平是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不应大于两平 不能搞三平 两平可以 是吧 不应大于 两平可不可以 可以 下面我们 我们填装墙 我们去隔墙的时候呢 我们框架结构 我们做填装墙 填装墙到了顶上以后呢 一定要锯 我们要预留 预留头上时呢 我们十四天 十四天以后再进行的补气 就是斜气 从中间 你比如说这是框架 这是框架 这是锯子 这是框架 气墙 从下面气墙 气到这个地方 气的上面 我们就停多少 十四天 然后斜气 斜气是从中间 你看从中间 对称向两边 斜气 斜气 这个斜气 这地方有个三角的 一个预置构建 从中间向两边 是吧 所以注意 间隔十四天以后 注意教材二百四十一 有可能会影响结构安全的 气体裂缝 大家注意 应该有资质的 我们简直让我进行建立 他这样说得很清楚 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安全的 是吧 我们返修以后呢 我们再进行二次练缝 如果说不影响 这个题文说得非常清晰 教材里面讲了 不影响 那么我们就可以练缝吧 它不影响吗 不影响 我们稍微处理一下 不影响的这个练缝 因为它不影响练缝 我们后面有些别的方法来处理 装修来处理 所以大家注意 影响 我们就请有资质的鉴定 有问题进行加固 满足要求处理 再进行练缝 如果不影响的 后面我们通过后续的装修 后续的一些简单的进行处理 因为不影响 当然可以念搜 是吧 如果影响的 那么有资质的 考试的时候 经常出这种题目 问你怎么办 或者给出改错期 下面我们看看 我们气体里面正确的 我们质量控制的等级 分为A比C级 A级是最好的 所以教材里面 配进气体不能为C级 因为C级是最差的 配进气体要求比较高 所以不能用C级 下面多孔砖 多孔砖的孔洞 应该垂直于射压面 因为多孔是薄弱的 所以它要垂直 加其混凝土 大家注意 上下不得留九色眼 注意加其混凝土 气块的不留九色眼 就是对的 当填充墙 于连接成化学制径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进行实体检测 就是我们通过化学的 把它粘 这个时候实体 到底它的垃圾的强度怎么样 心具一定要注意 心具的混凝土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是二次结构 做心具 类似的构造具 那么用专用小器块的 灌孔混凝土 什么样的混凝土 注意专用小器块 灌孔的混凝土 所以注意专用 心具是专用的 小器块灌孔的混凝土 这个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个点呢 都是我们教材里面的 规范的强制性一些条文 都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我把这些点讲以后 那么实际上是 通过题目的形式 下面我们来看看 103到104页的 这个气体基础里面的 所以这个三一气法又在重复 刚才讲了 下面我们基础必须 用水的沙浆又在重复 是吧 红祸沙浆 有时候有水 所以我们有水的地方 我们是用水沙浆 那么红祸沙浆呢 水的地方是不能用 是吧 构造具不单的设置基础 所以下面又在重复 又在重复 500 防载层设置在 在前面也是重复 下面多少呢 负0.06的地方 是吧 我们基础标高不同 如果你的基础标高不同 在气墙的时候 作为一个原则 从低去 气墙 火点土 焦灼火点土 都是从低去 那么我们高度不一样 从高去 向低去 什么呢 搭气 高度的 搭气过来 下面 这个气是从低 是吧 所以这几个点呢 好 123都在重复 第四个点 是个新点 下面我们多控砖 铺经糖度 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是500 是吧 我们 腰气比较高的是500 我们也可以铺到750 这个地方腰气比较高 是吧 卫生间防水的 大家注意 防水里面 大家注意 我们下面一匹砖 前面讲了 我们实行砖搞一匹 或者三匹 一到三匹 我们高度 混准头带 注意这个混准头带呢 类似我们后面讲的翻边 这个翻边是200 是吧 那么我们前面的砍台 砍台是多少呢 砍台是150 是吧 所以注意啊 混准头带是200 访筹下面用的访筹 空气小器块 注意至少要多少 420 混准头只要谈等级 最低的要求 420 所以这个有些内容呢 是新增加的 有的内容呢 是跟我原来说重复 所以 气体相关的一些内容呢 从我们的材料 从我们的这个施工 这个法规的 这个强烈性条纹 包括我们的基础 是吧 混在一起 跟大家讲了 内容比较多 我是以提问的形式 但是呢 讲的都是什么呢 点 点 我们这一讲呢 就讲到这里 喜欢朋友们 再见 谢谢